这是第一现场 这是第二现场 两者之间距离是三十米 我看过厂区的建筑图 第一现场 位于这个凹型建筑的底部 它的出口位置 正好对着第二现场 这就像架了一门大炮 当第一现场发生爆炸 把装了箱的炸药 直接推送到第二现场 于是引起了 第二次剧烈功能 这好像分析得也有道理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 根据药厂的记录 他们对成品车间 那个安全管理措施 是相当严格的 没有明火的进入 咱们能够引起爆炸呢 是这样 昨天啊 我和邝小厂几个老师傅 做了个实验 我们用这个铁管啊 敲击这个火石 所产生的火花很轻易 就把这批不合格的产品 点上了 嗯 那台湾方面 发给山河的嘉奖电报 你怎么解释啊 是这样 今天上午啊 技术处的小张说 台湾方面又给 发费毒刹图发电报了 但是这次用的是 全新的名号 这就说明 之前两次的嘉奖电报 是敌人故意让我们破译的 他们的任务就是要 扰乱我们的视线 干扰我们的调查 那就是说 这次爆炸不是特务的行为 对 很有可能是一次意外 引发了安全事故 看来我们以前的判断有误 可是晚了易总之 已经向部里提交了报告 如果这样弄的话我怕 怕什么 实事求是嘛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看来啊 这个案子啊 我们走了一大圈的弯路啊 在这一点上 我应该做检讨啊 同志们 也应该向亲爱温同志 道个歉哪 那么呢 下一步同志们 我们真要调整 这个调查的方向 要顺着新的思路 索取新的证据 好不好 现在关键的一点就是要 这个火源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具体工作呢 赵所长 你还是来布置吧 这样吧 我负责对这批炸药的配料 是吧 他的进出渠道进行负责 孙光大和钱小根 到 你们再进入这个爆炸现场 进行仔细深入的调查 是 是 孙同志 这真没有 我们车间也没有出烟的 这不可能啊这 在家他们进去的时候都要搜身 这不可能 真想不起来了 还有没有可能你去 别的什么 不应该有这些问题 来 谢谢 谢谢 来 喝点水 谢谢 江远来呢 主要我还想了解一下 这个爆炸案的具体细节 没问题 我知道什么都会告诉你 包括你们这种矿药厂里边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 如果您想到了 您都跟我说一下 同志 我真的没骗您 你们看我受伤了吧 但是我脑子没坏 肯定没错 什么记得清风楚楚 我们好好看看 还有什么没登记的吗 没 没有了 这不是都登记了吗 只要是金属的 金银铜铁锡都可以 金属 你说谁带这玩意儿 金银铜 银 银元算了 算哪 当然 说说 要是这么回事 我们这儿啊 一个叫留股的 他平时呢 就喜欢收金银元 我今天卖的三国 他拿着吧 爱不是手 不想搁这门口 想带你车间 我怕这样不太好 我就让他 放那个存储柜了 存储柜在哪儿 车间里头 警察同志这点跟我没关系 我知道 好 谢谢您配合啊 三国银元 三国银元能引爆炸药吗 不知道 但是有这个可能 你光有可能怎么能行呢 最近你们也太辛苦了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不要搞疲劳作战 好吗 是 三块银元引发这么大的爆炸 这种说法 恐怕谁都不能说服吧 是啊 银元能引爆炸药 有点太全了吧 部里已经打电话询问这件事了 我没敢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改变了侦查方向 好 那你说 银元引爆炸药 和 华北督察组特务搞破坏 哪一件更想是真的呢 当然是敌人搞破坏这是真的 而且有苏联专家做的结论呢 是啊 可惜 这并不是真的 孙光大和前友跟他们的分析 我觉得是站得住脚的 张老大 这样 以外我们目前全面的进展情况 要向部里做个汇报 全部 对 连三号银元这件事也汇报 事实求是 全部汇报 小哥 我觉得你这银元这个 是不行啊 等你再换换别的思路 你说你这一上母了 要咱先吃点东西 成了 早吃点东西去吧 早吃点东西去 早吃点东西去 这是糖 这是绿豆包 这是撒起码 这是一些蜜饯 酥皮点心 我爸这么多呢 还有绿豆糕 有这么多呢 爸 桃酥 这是炼乳 美国的 还有这奶粉也是美国的 你别看这美国人不怎么地道 可是做这东西还真是地道 爸 您给我真好 这东西我爱吃的 您坐着 我给您按摩一下 等等 等等 甭给我乱动啊 肚子这么大 你万一动了胎气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爸 真没事 我自己都是大夫 我能不知道 有事就晚了 你说这光大啊 一天到晚也不着个家呢 要不这样吧 你搬回去住了 也好有个照应了 爸 不用 这不马上国庆了吗 光大忙得很 天天不着家 我这要再走了 这个家不就没人照应了吗 爸 您放心 您闺女我现在可能干着 要不然这样吧 今天晚上反正那光大不回来 要不然您带我跟春花姐 去吃烤鸭吃 我都不然想吃烤鸭了 成 春花姐 你摘菜呢 别摘了 咱出去吃啊 我去吧 你自己去吧 我爸来了 他说带咱俩去吃烤鸭 都说好了 一块去吧啊 那东西太油了 你吃不惯 你吃不惯 可这肚子里的孩子 吃得惯呀 他可需要营养 那我更不敢去了 我的孩子 从小是这么好吃的 让他吃不了苦怎么办 更不去 那行 这样 这样我给你的 我在你家吃那么多饭 我可从没跟你客气过 你也不许跟我客气 我不跟你客气 给老爷子带个好 真好 留着 给有根吃 老连长 您知道谁给我来信了吗 谁啊 咱们三连锁住 锁住 对啊 不是 这 这小仙在哪儿呢 他 福建呢 他跑福建去了 对啊 干啥去了 他们准备打台湾了 太好了 我早就说过 就应该一股做气把它收回来 没错 没错 您说索子 我要在就好了 我要是跟他们一起 一股做气的给 是啊 你什么意思啊 您不是说的吗 破够十个大案 您放我回连对 是 我说 我是说了 孙茵娜同志破十个大案 就返回部队 而且我还给你签了字 对 可是你破呢 破了 够了 超了 您看 您不信吗 看看这个 我先不看这个本 不不不 您先看这个 不 我先问你几个人 哦 老九 老鹰 山河 包括周大明 你抓住了吗 没有 不 咱们不提他们 您看看本上呢 先不说他们 对对对 先看看本 好 我看看本 这儿 这个得算 这是大案 嗯 这个得算 这个大案呢 算是算 得算你一半 哦 嗯 嗯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个集体办案 算你一半 我是照顾你 哦 那啊 剩下的啊 你看看这都是小啊 这都是小啊 我还照顾你 剩下这些 统统给你算一半 嗯 那么你就算吧 一半加一半 是多少 一个吧 那你还差久了 对不对 说破了十个 你不能这么算账 那我怎么办 不是怎么了 我就不明白 你看啊 前面算半个我认了 但这后面这么多呢 你这么多 没有一个指你独立办案 都是集体 我有 有 有独立办案 算了 算了 这个不是 其实真有 有很多我独立办案的 我都不好意思记上去 哪个呀 就说上个星期吧 我们街坊离婶 猫丢了 我给她找回来的 真是你一个人办的 一个人 没问题 离婶可以作证 而且我找了好几天呀 有一天晚上我连 连觉都没睡 要是独立的 那还真得算 但是我请问 那猫 它想颠覆国家成全了吗 猫是反革命分子吗 我认为 那台湾 特不很有可能 会利用这只猫 进行反革命活动 但是目前没有发现 李婶家那只猫 有这种迹象 孙光大呀 你可别拿这招来骗我 我发现我 我完全是让您给算下 我懂了 我也不跟您掰着了 不是 问题是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这手啊 我这手好长时间没摸枪 我都生了 我跟你说我这人都废了 哎 孙光大这个电脑 算你说对了 正因为我们这些人的存在啊 整个北京 听不到枪炮声 这才是你真正的功劳 行了 再开会去 那那那我刚来这个算不算一个呀 我的速度把我 Quest 不然